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了维系和平强盛和人民的安全 三位王子分别立刻巨人 邪龙和大法师而战亡 往后因此而忧伤 三位王子的身亡而自杀 最后仅留下小黄孙陪伴着瑞兹的老国王 小黄孙一天一天长大 他的勇猛与智慧带给人们希望 众人皆公认他是未来的王国接班人 在他即将成年之际 老国王叙贤娶了一位年轻的皇后 漂亮的新皇后 让老国王成育多年的心 再度燃起愉悦的火苗 只是新婚不久国王就病了 皇后是女巫的流言 于是蔓延全国上下 一日国王在喝了新皇后端来的水 没多久便撒手归天 按皇室之规 小黄孙未满十八岁 并由皇后暂代皇孙统治王国 皇后不愿对皇位放手 企图与年轻的皇孙结地共同治国 可是在当时的小皇孙 已经爱上了一名农夫之女 虽然彼此身份悬殊 却受到全国人民所祝福 小王子拒绝了皇后 他带着心爱的女子连夜失奔 一日一夜后来到了千年子山树之下休憩 隔天早晨 他发现身旁的情人 竟躺卧在雪脖之中 已无生命迹象 小黄孙愤怒地回到城内 小黄孙对百姓宣称 皇后是一名处心积虑 预谋创位的女巫 甚至对农夫之女横下杀手 小黄孙发动了全国暴动 并号召怪物的魔力 一同公项住在皇宫里的坏皇后 另外一方面 面对众人的威胁 坏皇后并没有做出任何伤害百姓的事情 最后 怪物在动乱之际救走了坏皇后 动乱平息后 小黄孙顺理成章登基了 一直到多年驾崩 始终都是一位万名爱戴的君王 为何怪物反过来来营救坏皇后呢 原来坏皇后虽有一统全国之心 却没有谋杀老国王和农夫之女 老国王确实是病逝的 而农夫之女却是皇孙亲手杀死的 他深知愤怒的民心 能够助他取得皇位 才包装了这个谎言 谁是好人 谁又是坏人呢 皇后一心基于皇位 却无杀人和害人之心 皇孙为了推荒皇后 而说谎 煽动人心 她杀死了心爱的女子 小皇孙 她是杀人犯 她也是政治家 却仍然是一名爱子爱名的好国王 人性是复杂的 同时居住着魔与神 没有人完全良善 也没有人完全是邪恶的 就如同我的信仰神 无极姚史基母他教导我 这世间没有完全的善与恶之人 真善无邪之人只存在天堂 全然邪恶就在地狱 人在世间是要学会 如何掌握自己善与恶的力量 而不是去评断别人的言语 行为的善与恶 修行是如此看见内心的世界 观照它 察觉它 同时学会如何控制它 将它带往你要去的地方 修炼瑜伽的目的 是让我们寥寥分明 看见内心的这两股力量 并借由身体培养心 让心有能力决定 该以善或恶的力量 来处理人世间的问题 瑜伽经将世界一切的物质 分为月性、畸性与惰性三种 没有任何物质与心性是单纯单一的 都是三种元素的融合 因占比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样貌 一个完全悦性、良善的人 内心依然存有畸性与惰性的元素 只是它懂得控制心 让彼此平衡 一个傲慢、愚昧、无知、伟善之人 只是因太多因缘 让斗性的能量得以彰显 却不能够断言它内心 毫无月性的能量 这一则的故事 其实是取自于一部电影 当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让我深深的感受到 其实人真的没有真正的好、真正的坏 你看见的都只是你想看见的那一面而已 毕竟人不是只有单面 就好像无极瑶斯基姆曾经教导我的一样 当你认为这个人是好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是真正的认识他 当你认为他是坏的时候 你也不全然的认识他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认识一个人 当你看见他好 而你可以接受他坏 当你认为他是坏 你却能够看见他的好 如此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当你看见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 你还能够接纳他吗 这个才叫真正的认识 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以上精彩的故事都已经收录在 世子文化所出版的灵修 训体与瑜伽的精彩对话当中 修行最重要的是修心 修信 但也不可以忽略了身体的锻炼 因为身心必定互相影响 这一点 不论是灵修或者是瑜伽 都是一样的 当我在修炼瑜伽 走入灵修的时候 我降服了身体 遇见了生命的无形之手 世界最大的修行就是自我的征服 这本书 灵修训体与瑜伽的精彩对话 我在这边层次的推荐给每一个人 希望你在修行路上 可以看到身心的平衡 你可以更加的了解 身体 心 与灵性之间的交集 如果你还喜欢听语色来分享灵修 请在聆听完这集的时候 按下赞 或者是订阅语色脸书粉丝团 你将会不定期的听到 与色来谈灵修